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过半交易日 去到聖诞节假期 在聖诞节假期之前 美股一直将市场推动上去 港股方面会受到甚麽影响 ? 暂时刺激不大 市况仍然是短期中期跌浪之中 尝试超短期反弹 我们先看看昨晚美股的表现 美股收市三个指数 就是蓝筹股 就是独瓊斯工业平均指数 升了0.74% 标准普尔2500指数 升了1.03% 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 就是主要反映科技股指数 升幅大一点 就是1.18% 接着我们看美股期货 美股期货昨天在港股收市之后 就立即找到全晚低位 就是之后的全晚低位 见过4623.75% 就反复上升 到了今早早收市 纽约时间收市 就是报4689.25% 现在依然在高位陪回 最高是见过4693.25% 没错 对港股理论上是有利的 理论还是理论 实际上会不会是这样呢 看看先 昨天港股收市的时候 五大指数都是真正变动率暴升 升幅多数是0.5% 红筹股就一样 红筹股全日低位 跌过0.37% 压真正变动率 其他都是没有的 其他全是蓝色的 科技指数是0.836% 成交金额比率 都差不多 见到蓝筹股 比亚天平均数略高了些 国企指数高一点 科技指数略高一点 显示出在成任截假期之前 好淡双方的增持程度 转为激烈了 五大指数在港股收市的时候 比美指期货全是偏低的 偏低幅度是科技指数最少 0.257% 其他最大的红筹指数 都是0.772% 现货主板市场非省务 主动买股比率 收市报52.48% 没有什么特别的启示 这只是显示出 买家沽家入市态度 进取程度相弱 资金净主动买入 41亿不够 佔总成交金额不够5% 恒生指数 阴阳烛日线图连续两个交易回升后 一日阳烛 昨日阴烛 显示昨日高位21259 前面有一定的即市阻力 今日趁着美股昨晚继续升 可否升上23259 23259上面站稳呢 就关键后市 依然来看这个低位 阴阳烛日线图连续 五大指标方面 RSI 认为转分好 虽然它仍然低于50线 STC %K 刚刚回到%D上 最重要是蓝色%K 加速上升 升离 粉红色%D 超短期短反弹 有机会演变成为 有较低机会演变成为短期反弹 否则 市场又会掉头中一跌 一浪对一浪 看看走势 好淡大户国力的情况 加权收市位和成交量配合分析 恒指期货是升和跌的 国资期货都是 常常升市成交不配合 TWI 国力指标 恒指期货-1和-1跌市 但成交不配合是好市 国资期货也是 偏离值 继续回升至-1136 和-520 加权平均偏离值 -2.806% 和-3.907% 未来一个半交易日 都是一样的 反弹没有正式回升 恒指期货昨天是跌市 国资期货也是跌市 走势相弱 多指期货也是跌市 不记得和大家做的 应该说的加权 等下 那个 未平仓合约正数 看看能不能做回 有点难度 有点难度 做不到 因为已经过了夜市 凌晨三点钟后 做不到 对不起 今天做不到这个分析 因为过了三点钟 凌晨三点钟后 有一个新的未平仓 做不到 不好意思 接下来我们看 33个 我昨天再研究清楚一件事 我们叫做行业纵观 其实是这样的 根据恒生思数 最有限公司的分类 它的行业分为12类 我有恒生综合行业指数 平时我们说原材料业 非必须性消费业 之类 我叫做行业 12个行业 行业之下 它会再分为数十个 好像32个 叫做业务类别 行业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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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个行业组别 然后32个 就是业务类别 我们经济通过33个 然后有90多个 外是101个 业务子类别 所以行业组别 严格来说 应该叫做业务组别 试试试试试试试 33个行业组别 不是 这是业务类别 33个业务类别 OK 33个业务类别 多数是 绿德斯金城主动买入 远坚服务业17亿 其他 有没有多些 接近5亿 4亿8600万 医疗保健业 4亿5千万 银行业 这些 就更多 主动流入的资金 不多 主动卖出资金 也不多 买卖两限 501个行业组合指数 成份股 资金正主动卖入最多的 5亿8千多万 阿里巴巴 第二位 5亿5千8百万 美团 第三 腾讯 4亿2千3百万 首10位 只有一只跌 若名生物 还有 看看升跌幅 很小 最明显的是 1.8%的升幅 保利物业 很少上榜 6049 稍后我们简单和大家分析 这是6049 保利物业 因为 5个加日前的收市位 升了10.04% 主动卖股比率 有没有特别显眼? 有 就是这只保利物业 72 28 收市位 58.65 可惜低于 有加权平均加的 60.35 5千8 所以 昨天全级低位 56.2 虽然可以被视为 短期重要支持位 但是 有可能 短期重要支持位 是向下移的 大家小心点 量比 4.713倍 显示56.2 和62 之间曾经 激烈增持 除此之外 主动卖股比率 没有什么特别 全部都不够 65.35 或者 35.65 所以 我不特别说了 还有 一会儿 简单分析 选择多两个 就是 384 中国元气 现在说 中国元气 收市位略高 加权平均价 升了1.781% 主动买股比率 也很漂亮 78.22 代表了 15.58 成为短期重要支持位 量比 一样 0.6倍 另外一种 我准备了和大家 简单分析 3347 泰格依药 跌了4.69% 创伍12周 新低价98.2% 收市位 也比加权平均价 而主动买股比率 就显示 虽然跌到98.2% 但是一路跌的期间 和大温上来 收市位995 半期间 上升动力 都是 主动买股比率 都是 明显配合上升动力 算不算明显 六十四比 九十比十四 是明显的 量比是1.19% 放在专业综合分析表里 表现最好的是工商银行 第二是建设银行 第三是 收市位 和加权平均价 相同 相同 量比很低 没什么特别 量比除了 刚才说的 保利物业之外 然后工商银行 说了 建设银行 收市位 略低加权平均价 升得0.19% 主动买股比率 58.4 也叫做 配合上升动力 以及 刚才说 若名生物 若名生物 跌了0.79% 收市位 略高 加权平均价 高了 九豪市 九豪市 就不够了 然后 主动买股比率 就搬了 54.46% 好了 待会 重点分析股票 是 南月亮 順便提一提 明天重点分析股票 将为中国王王 1元1 南月亮 收市位 7.94% 比加权平均价 为高 历史波幅 23.6厘 生指数20厘 差不多 中国延续 泰格医疗保利物业 本来看收市位 泰格医药 不是医疗 泰格医药 跌了4.69% 跌幅 明显点 比对加权收市位 就 中国延期是高 加权平均价 对不起 泰格医药 比较低 保利物业 比较低 泰格医药 创52厘新低价 刚才泰格医药 创52厘新低价 但主动买股 比率是64.36% 泰格医药 表示98.22厘前 都有一定的主动买盘 第三者留意 保利物业 市值只有89亿 9亿不够 即使是泰格医药 都是122亿 是比较小的股票 是小型股 南月亮 连续第三支羊组 六年升三日 成交一直增加 上升的势头 OBV配合 中国延期 昨晚一支羊组 成交缩减 不漂亮 OBV近期的升势 配合 泰格医药 一支阴竹 还要大倍增 有点危险 加上OBV 和股价走势 配合 是创近期的新低 保利物业 连续两支羊组 不过昨日羊组的新区 短了 还有出现一支 一支多长的首部 即是上影线 成交又增加 表示高位 62元前面 股价不小 好在一支 昨天创股价 图表上的新高 而OBV也是同步创新高 叫做配合 好 我们立刻和大家简单分析 这几天股票 先讲中国延期的 阴阳烛日线 中国延期在保利家通道上 上面的 阳烛 RSI STC MACD SAL 全部都是利好 这里 出了个 1 2 3 昨日前日 昨日星期三 3 2 上星期五 出了个SAL 極点高位15.9 15.9 第一个交易日 收市位 不过 第二个交易日 不过 昨日就过了 最后一日交易日 那就应该将 这个低位 上星期五的低位 15.3.6 视为短期重要支持位 即是要指示 就放在这个位置 15.3.6 可以继续短线投机 看上去 看上去多少呢 很明显 看这些高位 我和大家找一下高位 应该是18.48 肉眼望 比较真 都是18.48 没错 就是这个位 目标是望18.48 够不够直播率呢 要计一计 在这个低位 15.3.6 收市位计 到18.48 够不够直播率呢 自己计2.5 比1倍 如果再看长一点 我想可以看这个位 这个位 就是19.76 这个 19.76 看两个位 算了 我建议大家 不要看这么长 两个位 就算了 畢竟这个股票 短期来说 都是一直持续下 只不过 这一下跌得急了 做出反弹 肉眼望 到了0.618 大概 指标利好之下 可以继续看好 如果是 不够直播率就不够了 那 就不要跌上去 因为这个位 刚才说的 19.6 是比保利加通道的顶部 自尋目计 收视位计 17.44 都是为高的 我担心 这个保利加通道 由于阻力在下移 担心是会限制股价的上升空间 有团升破了 但是升破之后 如果你发觉 站在上面 就算站到一两个加日 而保利加通道 顶部不转为上移 都会扯回来 其他的指标 有什么要留意呢? 就是SAR 想 带着五天平均线 回到50线上 如果是便利好 STC的情况 亦相弱 %K已经升到50线上 %D就没得 但幸好仍在升 MACD的凌线上的升势 就不见到有很明显的放缓 这样的情况 都是利好的 短期来说 接着说的是 3347 泰格这一样 这只股票就连续 第四个加日是阴烛 一路一直跌 跌穿 一浪跌一浪 一浪跌一浪 之前的低位 就变成了新的重要阻力位 就是105.5 当然这个位置也要看一看 因为这个位置曾经彈过 虽然阻力 没那么大 相对刚才那个 是102.9 昨天最低是98.2 98.2 你看到指标 都是全部利淡 对不对 没错 全部利淡 这些股票短期形势 就像刚才那样 正在调转了 是显著向淡 是否应该入市 短线投机 答案当然是否定 就是不应该 全部都利淡 你怎么选择这类股票 会反弹的 分钟反弹 不到价 或者你又不捨得丑 就变成了转型为规 我说了阻力位置在哪里 那再跌下去又如何呢 这个是很持续的跌浪 反弹了 一个很简单的计法 再跌下去 在这个高位 是145.3 减低位 112.7 看看跌了多少 减低位 减低位 得到余数 就由这个高位 129.4 开始 量度下来 1比1 先看1比1 不过这种跌了这么久 再跌了这么长 已经跌了这么长 但再多数都是1比1 这是经验 不是波浪理论 经验是1比1 去到位 才有些揣定 有些机会反弹 到时再反弹 肉眼望 还未到 差一点 98到2 之下 还有一些下跌空间 到位 再反弹 到时 又是前面 阻止你 105.5 值得够不够呢 到时要看 到时要看指标有没有转好 5个指标有没有转好 当然不要拼反弹 如果4个利好 1个利好 通常都不会拼反弹 2个利好 如果有极度投机者 很愿意冒险 都可以试试 测试沙煲 试试小处 试试买 不对路走 再试过 再走 再试过 一般的短线投机者 就不会做 刚才那些我叫你 查测试沙煲 试试试 那一种 都只不过是 给一些超短线投机者 超短线投机者 还要看哪张图 当然 看小时图 去捕捉 好些的进出市时间 的时机 接着第三个 和大家说的 保利物业6049 6049 就是刚才说的 两支洋竹指标 刚刚出了SAR極点高位 62元 逢出SAR極点高位 有好有不好 客观地说 出了关键位 62元 站到62元 未来2至3个交易日 收市位计 后市向好 70 7成 机会 如果站不到上边 后市向淡 7成 机会 只是作为好淡的分界线 所以看到SAR極点高位 或低位 就不要主观看 一定看淡 一定看淡 不是的 相反 根据经验和大家说 出极点高位 反而多数情况 有7成的机会 是先回落先 才上的 例如刚才那支 就破了 另外3成的机会 是不一定的 不要主观看淡 SAR極点高位 以及極点低位 这个高位 62元 是比这个高位 为高 这个高位是64元 昨日收市位 你看看 是58.5元 即是 站不到在64元 亦是一个败笔的地方 顺便看看这个高位 虽然参考率低了 是58元 可以作为一个较长一点 时段的 比如中线的好淡分水嶺 SAR转好了 保力加通道仍是利好 RSI好 STC好 MACD 暂时仍是负数的 等待发出双颜滑入讯号 令图表形势 短期形势 变为显著向好 看看行不行 有点不同 跟刚才我一开始分析 第一只304中元元气 不同的是 RSI和5T平均C 加上STC的%k %d 都高于50 即是短期买家 控制市场的情况 更明显 如果要买上去的话 可以 先找个目标 一浪高于一浪 简单找个目标 在 64 减 跌出来的低位 看看哪个低位 53.15 13.05 53.05 53.05 减53.05 看看跌了多少 I'm not sorry 不是物心灵 应该由这里量度 先 调转一次 再和大家说 结果是一样的 先由50.25 升浪的起点 升到62元 不是 I'm not sorry 升到64元 先说一次 50.25 低位 升高位 54 低位 高位 升了多少 再由刚才看过的53.05 53.05 加分一倍 就是量度升高的目标 第一个目标 第二个目标是多少 加1.618倍 但现在出了的SL 基本低位 就有点麻烦 抵低一点 希望回落 最后的指示位 当然是暂时放在低位 53.1 如果真的升了上去 就推上这个高位 56.95 再升上去 就推上这个位 60.4 如果再升上去 就看1.618倍量度升幅目标 这个情况就是这样 这只股票 希望MACD 尽快发出商楼买入讯号 以及发出的同时 这就会远一点 为大家提供足够的直博率 就可以短线入市投机 好 接下来 接下来 我们看的 先 去哪里 我们看的图 应该是看美子期货 好 好 美子期货 各位留意 回回少少少 美子期货 好 知不知为何出色了 我开开它 好 美子期货最新 现在是报 多少 多少 四六八七点七五的 四六八七点七五的 等它走一走 四六八七点七五的 这就代表 恒生指数的合理值 现在升二百五五点 是二三三五七的 市场上至假期前 通常都剩下 美股由于又好 美子期货 站在高位 可以尝试看 先看第一个 即使重要阻力位 再看到 买盘增加 才看 即使第二个 重要阻力位 即使第一个 重要支持位 应该在上午 至少上午 都守得不错 这段 投资金分析 就到此为止 我们很快 很快 应该在 九点前 就会有 第二段的 投资金分析 到时我会和大家详细讲解 蓝月亮 6993的最新形势 到时见 并肩作战